莫菇离开生长环境后 养化速度极快 采回来的草原白膜必须马上切片 然后放入滚水中烫个半熟 这样可以去除掉蘑菇内的一些小虫 也尽可能留住鲜味 防止养化 在草原上与蘑菇搭配的主要食材 就是新鲜的养化 羊腿肉 鱼肉炒到完全变白色了 完全变白 对 再炒一会儿 这羊肉你看一边 这羊油一出这香味 香味就出来了 差不多了吧 然后把蘑菇加进去 对 好 蘑菇是完全可以把这个羊刚才多余的油 都吸进去 所以这两个味道就会有这种融合 特别香的味道 特别香 圆汁圆味 就搁一点盐 其他什么都不搁 对对 好了呗 好了 这就差不多了 这就差不多了 对 OK 炒火 嗯 非常好吃 羊肉还特别嫩 再尝一块蘑菇 哎呀 这白蘑菇啊 完全吸收了这个羊肉的汁水 吃起来特别香甜 特别嫩 而且那个白蘑菇的香味特别浓 这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吃 对对对 正好今天晚上咱们的寿宴 我估计大家最喜欢的应该就是这个菜了 绝对是 是不是 对 好嘞 帮我去 草原白蘑质地松软 羊肉鲜而不删 一口下去鲜香满舌 回味无穷